今天为大家带来宾州州立大学 专门解决成人孩子启蒙的时候 遇到的手腕僵硬的问题 怎么把手腕给绕起来 我今天拿四个例子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以及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神奇的书 这本书叫Musical Fingers 总共有四本从简单的到最难的 涵盖所有的技巧 第一本是相当简单的 尤其这些音大家都不用识 因为它们就是在5 finger position 5指的这个position 比如说你在Dorami发送 那你的5个指头就是相邻的 它没有胯指没有转指 所以食谱起来会特别简单 很多成人在学习的初期有个问题 不是说手指不够力 不是说其他方面有问题 只是说这个手腕怎么的都动不了 就是僵硬在这里的 所以这本书一开始会向你介绍 手腕的上下运作就像这样 大家跟我一起在琴上坐一下 不用弹 就只是让手腕低于你的琴键 和手腕高于你的琴键 那我们来看普力一第四条 这个呢是在一个D大调 所以它有两个声号 你的三指刚好放在这个声发上面 是很舒服的 然后呢我们来看前两个小节 长音向下短音向上 下二三上下二三上 三二三上 然后四就是你的指法 在弹完长音之后 它会介绍短音 稍微频率快一点的音形 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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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它会让你练习和声音程 就是一个动作带两个音下去 下记得一定要回来 上下上下 所以你看 它根本就没有食谱的困难 但是呢 它在一条短短的练习里面 给你塞了三个要点进去 长音短音 还有你的和声音程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 让你的手腕能够动起来 最起码不要僵硬在那里 我们再看下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呢 就是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 稍微有点复杂 因为这是被我选出来 让你们用来练拽手腕的 你们也观察过我哈农的这个练习 对不对 有很多转手腕的技巧 那么手腕究竟是怎么转起来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26条 第一个小节还是下上 下上 然后就要转手腕 你要从下慢慢的倒上 看到这个动作了吗 从下这样你的手腕就转起来了 你不用弹成 不用弹得这么直接和分明 只需要像上台阶一样 慢慢的提上去就好了 然后呢再移一个把位 这是练六度的啊 所以它把你的大指和二指中间 分了一个音出来 跨一个音 然后再转 所以这个书还有个好处 就是它不仅让你练这一块 它所有的调啊 C大调的position G大调 F大调 D大调 A大调 什么调 它都直接给你上 反正是五个手指嘛 也简单 然后这五个手指会在不同的区域 让你感觉 一个技巧 在不同的register 音域上面的使用 那么可能有朋友问 哎呀 这个节奏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 它还有练三连音和协调的一些练习 比如说第十条 它就用了country motion 还记得的什么是country 五跟五 四跟四 三二一 都是对在一起的 这个是在F大调上 五四三 然后下 上 上 你看手腕运作是很优美的 对不对 所以它就让你这个上下呢 逐渐的这个速度减慢 啊 就会有一种美感在里 你从一开始的只有下跟上 到中部的转手腕 到A这个缓慢的上下 这些都是这个编者精心设计的 所以我觉得这本教材非常好 最后我觉得它最精妙的 我之前从来没想过的 就是它教你怎么样转指这个音阶 大家在弹音阶的时候 好多人都是这样 Lore me five 就这个手老抽一下 我也一直没有弄懂 直到我看到这条练习 我提高一个八度为大家做示范 你们看得更清楚 这是左手练习音阶转手指的 你看啊 先hold住 按住你的一指 然后弹一下你的小指 就弹一下 然后呢 下面一个呢 是短的 往上转指 但是是很短的 你就这样两边来会跳 但是要按着这个大指 你按着这个大指的时候 你就不会这样子了 它真的设计的很巧妙 它有一个进阶练习 一四小节 你看我在弹的时候 完全是平稳过来的 就不需要再转了 最后一步就是把音阶连起来 你看这样是不是浑然天成 那然后它还有专门设计下行 到底怎么练 右手的上行 右手的下行 所以它这个设计感 真的是满满的 都是技巧 都是干货 我对于课程的设计呢 是第一本 因为比较薄 所以我只花两节课 就能给你把整本讲完 第二本呢 就要花三节课 第三本 如果你学的快四节课 以此类推 第四本呢 就是全部是高深的教材 所以我一般可以十节课 最快把这四本全部教完 那么欢迎你呢 来看看我的课包 来跟我学习 现在我也博士毕业了 有一些时间可以来教课 如果对于教材感兴趣 我也告诉你 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实体书 好吗 这期就这样了 下期再见 拜拜